因为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今天有盼望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不在罪里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可以面对我们前面的挑战 耶稣这个时候就是要伸上去的 但是因为玛利亚的哭声 祂回来了 祂回来了 祂见玛利亚 祂要安慰她一些 祂要告诉她 祂要鼓励她 祂要听起来 就整个同样的今天 我说眼泪不要白 你要有眼泪 有眼泪 把这个眼泪生下来的 好不好 不要为你家的那一个 不要为远方的那一个 不要为那不爱你那个流 要为那位爱你 爱到死去活来的耶稣而已 玛利亚当时不知道是耶稣 但是我告诉你 祂虽然不知道是耶稣 然后前面那一段说 祂就说了这话 就转过神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在那边 祂不知道是耶稣 但是我告诉你 耶稣一句话 就让玛利亚认了他 耶稣的一句话 就让玛利亚从悲痛 就让玛利亚从失望 就让玛利亚从沮丧 就让玛利亚从挫败 就让玛利亚从伤心绝望的过程里面 因为耶稣的一句话 完全改变 当耶稣叫他妇人的时候 他认不出耶稣 但是耶稣叫他玛利亚的时候 他认不认出耶稣呢 他突然间醒了 同前面感谢主 你知道吗 耶稣叫你的名字 耶稣他叫你的名字 他今天不单单叫玛利亚的名字 他也叫你的名字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蒙恩的 神会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 在这个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说什么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阿们 你每一个人你的名字 上帝都知道 耶稣知道 就是耶稣把你们从罪恶黑暗的诠释 叫你的名 俊冲出来 我就出来了